朋友们业余的铁搓铁推很吃香 在我们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选手 他很少进攻 每次打比赛就是和你磨 你过度他就过度 你搓他就搓 你上手他就没完没了的推 咱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2022年的2月份我们打球时的情景 从那个时候看 我的水平很一般 进攻的威胁性也不大 这是一个多板的回合 强盛老师一顿推啊 接下来是我们前几天的一次教授 屏幕远端的这个选手 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强盛老师 我们比赛的第一点是 哈尔滨市昆仑平方球俱乐部 强盛老师发这个球都比较弱 而且弧线较高 看这板球相比在一年多之前 我的球对抗性更强 再看这板下悬球的拉球 质量也明显的提升了很多 在出球的旋转上 也有显著的提高 接发球搓一板 随后一板拉掉再一板推 朋友们看起来 业余的铁搓铁推 是完全局限于业余的中底水平时 接发球摆短到正手 然后侧身拉斜线再拉一板 朋友们像这样打哪有搓球啊 随着水平的提升 真就是没有铁搓铁推了 顶多搓一板 然后就把球挂起来 再脑推一个角度就得分了 发不踩转的球 加个保险搓一板过度 随后再拉一板 接发球搓一个转点的球 搓回来咱就拉 因此朋友们正手的提升 可以覆盖很多其他的步骤 比如说铁推铁拖 以及我的脑推 很多朋友们说我的脑推很少出现 之所以出现的少 就是因为正手提升了 很多下悬球 咱直接就可以上手 然后连续拉 强盛老师这样和我打 肯定要吃亏 因此他在推球的环节上 增加了对抗性 这种下压式的推打 还是有危险 我现在的球和去年相比 确实有明显的进步 像这种球45度侧身 轻撩一板也得分了 发一个不转球 然后爆打直线 发球能力的提升 拉球质量的提升 连续性的增加 面对铁搓铁推 那真就是一网打击 接发球搓送正手 直接的分了 接发球先送一板 强盛老师搓的球 不太转了一板挡推 但这球被防了 强盛老师这板挫球 不太拱 因此这个球漏了 朋友们看 我这板挡推的机会 抓得特别好 但仍然被防 相持过程当中 他突然间送我正手 这板球是拉了一个空档 发极长球的一板 侧身抢拉 强盛老师发这个球 不太走 我挫过去有点高 他再挫回来不转 我一聊被他反退直线 刚才在场外 昆仑乒球俱乐部的所有成员 在拍集体照 随后围观的是 昆仑俱乐部的几位大神 在后面挡板以外 穿肉色衣服的是曲之勇 在场内穿衬衫的这位 是我们拼鞋的副会长 外比会长 强盛老师发球以后 我们选择了搓球的相持 机会来了 首先侧身把球挂起来 然后拉了一把斜线 再拉直线 这样我就2比1赢下了比赛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请您关注一封稀土 关注我用的直板掌分宝 咱们下期再会